今年北岸農工三名的核心 靠到一枝增舊的人手 破綜號七十多年來的記錄 總共一百十七位核心順利 獲得增舊是後來大悉事 非常的亮眼 我們以往八十幾張就很OK 今年達到一百一十七張 這是歷年來最棒的 可能也是我們附近學校 我們表現最好的 後中亞特別向靠到增舊的 學生最重要的學生 記錄這精彩一年 化工科讚 就練習跟考的有關的 就是每一分鐘連下課時間 我們也都是就是這樣 慢慢的做實驗 然後不會的問題 就馬上向老師提問 之所以能夠達到一百多位 那當然是老師很用心 那今年電機科又多了 加考了一個電腦軟體應用 那多了十幾個人 以往國際學校有一個人為 學生拿到一隻精彩最難科的 跟他配線都算是神奇很好 不過北岸農工電機科 今年總共十七位學生拿到這張精彩 他們寫程式跟要設計程式這個部分 那其實他們是用到一個叫做PLC 可程式控制的軟硬體 那其實以這個年紀來講 他們要考的這個證照是相當有難度的 那其實我們學生 因為我們科上有配合 泰蘭執行局去訓練 那我們老師這邊有做輔導 那我們這邊學生他其實也相當的用心 大家下課的時候會互相交流學習 不會的會互相討論 或者是問老師這樣子 有程式背不太出來 放學會留下來練習 然後老師也很熱心留下來教我們 真的很謝謝老師 也很謝謝台南資訊中心 謝謝你們這半年來的照顧 謝謝 大家聽說 看到一隻進校未來就要擔心 表示真的起床是進校最多 北岸農工這次的學生在尚風高的日子 真清楚未來就要的方向 好朋友標示未來繼續努力 創下口角還有一個紀錄 記者你給我參藏不到